AE 中的工具 什麼是Expression?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AE中的工具 例如選取、攝影機、鋼筆、操偶工具 只不過Expression並不是利用滑鼠的點擊以及拖曳 它必須利用鍵盤將一段代碼輸入在圖層處性之中 Expression是用什麼樣語言所組成的 基本架構是由JavaScript 你不需要是這方面的專家也可以使用 只要掌握簡單的基本數學觀念就可以了 Expression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1. 在沒有關鍵影格的情況之下進行動畫的製作 2. 把不同的屬性進行連接 例如你可以把Tracking Amount和Buller連接後 使用Buller的數值去操控Tracking Amount 或者是將不同圖層之間的屬性連接 例如透過控制圖層的Opacity去影響文字圖層的Puller 在移動時間軸上的圖層位置就可以輕鬆完成特效的修改 3. 創建控制項目去控制或驅動複雜的動畫場面 例如先創建一個空圖層 並且加上Expression Control中的控制特效 將原本需要大量修改的工作一次修改到位 你可以用Expression完成哪些事? 1. 鏈接圖層的屬性 2. 將動畫全自動畫 例如Wiggle或Looping 3. 利用一個控制項目操控大量且複雜的圖層 4. 轉換數值 轉換兩個不同的維度的數值 5. 進行複雜的數學運算 現在你知道什麼是Expression 它可以做些什麼以及完成哪些事情 接著我們將在下個單元開始學習如何使用Expression